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大家思想专栏 是努力重要还是命运重要 经常有同学问我 如果努力还是不能成功 那还需要努力吗 如果看待努力和命运之间的关系 孔子说 五十有五而自于学 三十而立四十不获 五十而自天命 六十而而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欲举 庄子说 这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得之自也 很多人把自命理解成认命 既然已经认命了 既然已经承认 对抗不过命运 那为什么还需要努力呢 于是 他们就心安理得的躺平了 但是资命和认命是截然不同的 在列子的重篇篇里面 列子说 资天命并不是一种认命的消极思想 而是一种在资和行的基础上 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 如果五十岁就认命了 那么孔子就不会五十五岁了 还要带领一众学生 花十四年时间周游列国 传播他的思想和政治理念 六十八岁才回到鲁国 孔子周游列国 行程数千公里 历经艰难险阻 四处碰壁 孔子依然坚定信念 好不动摇 在成国被人围困 在卫国被人嫌弃 在宋国差点被人陷害 在郑国与弟子失散 多次差点被饿死荒野 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资天命绝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 而相反是一种在资天命的基础上的 一种积极的人生观 能资命其实是一种智慧 在列子的《立命》这篇里面 就论述了鲁力和天命之间的关系 列子虚构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人力 一个是天命 人力对天命说 你的功劳能跟我比吗 天命说 你为人世间做了多少贡献 竟然能和我比起功劳来 人力说 人间万物的长寿与夭折 困苦和显达 高贵和低贱 贫困和富有 这些都是我的能力所控制的 天命说 盆主的才智不及遥顺 却活了八百多年 盐冤的才智高于众人 却只活到了三十二岁就死了 孔子的仁德 不在诸侯国之下 却被围困于成国 菜国之间 咒王昏庸无德 品德心性 远不及威子 棋子还有笔干 却是万人至上的君王 伯夷和书其空 有一身器杰 却饿死在守阳山 狡杂的祭祀 却比老师的柳夏慧 更加富有 如果这些 都是你的力量所控制的 为什么不该长寿的 反而长寿 而应该长寿的 却早早死去了呢 圣人生活非常的艰苦 而逆贼 常常显达富贵 贤者地位低贱 而愚昧的人 却高高在上 善人一生贫穷 恶人却非常富有 大力说 按照你这样说 如果我对人世间万物 并没有什么功劳 那么人世间的万物 发展成这样 都是你主宰的吗 天命说 既然你称之为天命 为何一定要 由谁来掌控或者主宰呢 我只是让事物顺其自然的发展 推进合理的 放任不合理的 人间万物 是长寿还是夭折 困苦还是显达 高贵还是低贱 富足还是贫穷 我怎么能知道 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列子的故事中的 人力就是一个人的努力 或者说 一个人可以掌控和改变的东西 而天命就是天道 人力所能掌控和改变的东西 其实非常有限 就连我们自身的福或旦息都无法掌控 而天道是无限的 也是不可知的 当然也是人力所不可及的 大家思想认为 天地万物并不存在一个主宰者 庄子在天运篇里面说 天起运呼 地起楚呼 日月起争与所呼 天地万物自然运行 并没有什么主宰 并没有人维系着 但是依然运行良好 生生不息 人并不是万物的灵长 也不是宇宙的主宰 列子说 生生死死 非物非我 皆命也 不管是生存还是毁灭 都不是由一个人的意愿 和外在的某种力量所掌控的 这些都是天道运行的自然结果 人的智慧对他们并没有什么作用 天道没有边界 他自然运行着 所以拿着说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天道不会偏施任何人 但是常常却帮助那些 符合和顺应天道的人 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我们的努力还有用吗 或者说我们还需要努力吗 这里其实 列子和老子想要表达的是天道的必然性 以及我们对天道的无知 一旦意识到了这种必然性 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自在 我们的努力才能够有地方死 所以不是努力和命运哪一个重要 而是要在资命的基础上去努力 资天命告诉我们 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 局限性 意识到我们对天道的客观无知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接受命运的无偿 承认现实的不确定性 或者天道的某种必然性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必然性之后 我们才知道自己真正掌控的东西 真正努力的方向 真正的人生使命 庄子说 知天之所为 知人之所为的自已 所以资命不是任命 任命意味着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是不可更改的 但是资命其实恰恰相反 资命就是我们看到了命运的不确定性 看到了命运的不可能性 所以在资命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更好地去努力 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用到真正有意义的地方 资命并不是放弃努力的借口 或者说理由 而恰恰是创造有意义的人生的起点 正如罗马罗兰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那就是看透了生命的本质之后 还依然热爱生活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关注和订阅我的专栏 我们下一期内容见